我们没有任何矛盾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走 他父母也是不跟我见面 现在我就彻底联系不上了 我其实就是想跟他见一面 问问到底怎么情况 我这一年 我每天就在那么努力地工作 就是为了想跟他结个婚 最后弄了我现在 钱没有了 人联系不上 我现在就感觉 我跟个冤大头一样 他现在也接不到电话 我让他回你吧 好吧 小龙一直等他的电话 一直是没有打回来 再打过去的时候就打不通了 我现在我在忙 你知道吗 你能不能够等你忙完之后 出来沟通一下 你真的不认识教室吗 我不认识 因为他跟这个男同志 他们可能之间有这个 感情上的纠纷啊 你不要说了 他还欠钱来 你跟我他自己啊 我这里带着那个 向我40万的转账记录 全部带来了 有这种实习情况没啊 这干啥啊这是 你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嘛 他的家确实在那里 跟他确定恋爱关系 这个女孩经常就说不在家 当地的居民小组上就是说 基本上就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这家长的诉求也很简单 他只是希望和那个赵女士 那个取得联系 但最起码得把事说清楚 要谈恋爱好好谈 不谈恋爱的话 把账算清楚对不对 说句的话可以帮你找到 那个咱们那个家人 可以检查一下 我希望是你给我打个电话 说一声沟通一下 而不是选择无缘无故的消失